近几年在娱乐圈中有很多的明星发展是非常顺利的 想必一提起靖东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靖东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在那样的环境下他试图努力工作撑起这个家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靖东发现了演戏这个工作 他细细碎碎跑龙套了很多年 才考上了正规的电影学院 之后在20岁的时候因出演电视剧东方商人 从而进入演艺圈 跟娱乐圈的其他明星对比的话 靖东应该算是一个大气晚成演员了 出道之后也出演过多部影视作品 《如闯关东》、《悲情母子》、《伤不起的青春》等 但是名气一直是不温不火的感觉 直到最近几年出演了非常火的电视剧《伪装者》之后 才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通过这部剧人们也发现他不仅是一位高颜值 也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再到后来的《恋爱先生》、《我的前半生》、《欢乐颂》等 都是罢瓶之作 靖东一向被称为老干部 演技十分精湛的他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如今靖东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神 更是把他当成偶像榜样一样的存在 靖东对待感情是十分专一的 他与妻子李嘉结婚之后生下两个儿子 现在一家四口也是十分幸福 相信我们大家都并不是很乐解靖东那么多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 把自己的老婆 还有自己的家里面的小少爷保护的都是特别的好 不过靖东也算是娱乐圈当中的一股清流了 做事情非常认真 从来都不会去炒作自己 虽说略颜值 靖东不一定是娱乐圈最帅的 但却是最有男人味的演员之一 尤其是西装革履的老司机 很有绅士风度 而靖东绅士的一面 也能从出演的电视剧《花絮》看出来 早前在拍《如果岁月可回头》这部剧的时候 该剧女主是左小青 大家也知道许多电视剧男女主 难免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戏份 比如说吻戏 而从《花絮》中可以看到 靖东对女演员相当尊重 在开拍之前 靖东赶紧在片场拿着牙刷不停刷牙 就算是与现场的工作人员交流 也没有停下刷牙的动作 而他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持口腔的干净卫生 看到这么努力刷牙的靖东 左小青都忍不住被逗笑了 事实上 靖东在之前也有过尊重女士的身世行为 那时候是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靖东与宋毅给大家展示了一段舞蹈 但当时宋毅的礼群是后背镂空的 所以跳舞的时候 靖东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小蛮腰上 不得不说 这样有分寸感和绅士感的男人也太聊了 如今靖东的演技也很有长进 要说吊打一众小鲜肉这句话也是毫不夸张 如果除去靖东不会说话 情商低这点 他还真没什么缺点 确实很让人欣赏 最后祝愿靖东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顺利 也希望他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练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